走進文室有一半農園被土石掩埋住 芋泥小番茄的根東倒西歪 果實都爛了一片 另一處的田椒更誇張 因為強降雨掉在地面上 損失慘重 這裡是南風村種植的農作物 連茶園也都被土石沖毀 邊鋪整個被掩埋 茶樹被斷根 就像皇帝一樣 牛番茄的溫室則是被泥水浸泡 農民趕緊開著大貨車搶收 剩下沒被摧毀的 放上機台一顆顆檢查 指示牛番茄裂果太嚴重 損失有七八成 上百台載運著高麗菜的貨車 驚險越過滿是泥泥的路 他們受困了三天急著下山交貨 只是貨車上的高麗菜被大雨淋壞了 不知道損失有多少 農民一整年的心血 因為一場大雨化為烏有 不只心在淌血 更要想辦法重新來過 華視新聞 劉雪洋 綜藝 周大香 攔頭報導 哈囉 我是莊雨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